站在一樓屋頂上 打死就是不肯下來 陌生男子手持自製的汽油彈示威 因為不滿法院強制柴屋 還在屋外噴上紅旗怒皮眷斧 甚至插上美國國旗抗議 跟警銷對峙咆哮 樓來寶不是你剛剛拿一隻 丟進去了嗎 優勢儘力衝上屋頂 制服失控的抗議男子 員警一把槍下他手上的 瓶瓶罐罐 將他扭送警局 房子是我何華買的 被移送時蠻腹委屈 不過看看桌上震物 不只有一染物 香蕉水 還有打火機 一不小心就可能會引燃 王姓嫌犯抗議 就是為了房產糾紛 他在四年前 跟九十幾歲的王姓老翁 用五十萬買房屋 會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老翁附帶 處理後事的條件 但其實男子賣的是地上物 而且橫劃兩個地號 後來老翁欽债其中 618號土地被法拍 轉手兩次後 新地主如今要拆無還地 沒有錯 他非常的無故 他的房子平白無故的 沒有經過審慎的判決 然後就直接的強制拆除 嫌犯老婆大鬧警局 要警察還他老公來 在派出所內 不斷放大音量 大喊司法不公 事實上房產糾紛 任何人都有權抗議 捍衛自己權利 不過嫌犯手持香蕉水 身上攜帶打火機 萬一釀成災害 被波及的人何其無辜 記者 旅遊生黃子豐 SN小組 新北市報導 旅遊生黃子豐